欢迎收看李云龙早期射黑视频 众所周知 云龙兄的意大利泡丸的溜 但是你知道 云龙兄的五环大砍刀 也使得虎虎生风呢 即新进三人组上班第一天 就给大家来了一个 俄氏人质解救后 他们算是正式踏入刑警的行列了 这一日 三人在无意间 目睹了三个社会青年 正在殴打一个中学生 并问其索要保护费 他们出生自治 下退三人后 将被打的中学生带到了警局问话 警局内 戏剧性的一幕上演了 起初 三人的问话是严肃的 可当他们得知男孩叫梅英 正是昨日 萧文娥是营救的女主后 空气里顿时充满了殷勤的味道 萧文心动大喜 这不是我未来的小舅子吗 这中间的爱恨情仇 不必多说 不出意外的 萧文和梅丽发展成了男女朋友关系 为啥 也为上天安排的最大了 次日 根据梅英提供的线索 萧文与长床两人打算顺藤摸瓜 他们抱着彻底铲除 这个专门敲诈中学生的团伙的初心 展开了调查 据可靠消息 这伙人幕后的老大 是一个叫宋涛的男人 他最近这段时间 经常在集市街胡作非为 销闯两人枪头一转直指集市街 在观此时的宋涛 他还真的就在集市街收取保护费 别人要是不给 那他就用他的惯用手段 接下来发生的两个小插曲 直接促使了当天下午的李云龙大战无大巴拉 其一 罗阳辍学了 在集市街开了一个杂货铺 其二 周诗万的妹妹周连来找曾经的同班同学 罗阳闲谈 宋涛带着两个小弟 大摇大摆的来了 他先是问罗阳要保护费 之后又开始调戏周连 就在他遇上下棋手之际 晴天霹雳一声响 周诗万闪亮灯场 你找残废你 你想干什么 想当你妹夫 老万 别这么认真嘛 不就是跟你妹妹开个玩笑吗 你想找死啊你 怎么着 带的人多呀 人都我怕你啊 云龙一笑 生死难料 不多 一个团而已 不出意外的 两伙人由文斗升级成了武斗 只见这周诗万宛如李云龙上身 手持五环大坎到挥舞的密不透风 他是白刀子进去绿刀子出来 扎人苦胆 他是白刀子进去黄刀子出来 扎人屎包 正在此时 萧闯两人闻讯感到 他们的初心 是想阻止流血事件的发生 但是刀光剑影间 周诗万无意间砍伤了长闯 两帮人见状一哄而散 长闯被第一时间送往了医院 经抢救脱离了生命危险 判队的初心是想彻底彻查此事的 但是长闯有意隐瞒 他知道是周诗万砍伤了自己 起因是周连的不请自来 和细心照顾 让他心生好感 他不想将准小舅子送进监狱 周连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询问 长闯有没有看见是谁砍的他 长闯摇摇头 你知道是谁砍的我 不 我不知道 那就太紧张了 大哥 吃香蕉 这是屏幕吗 给恩访 监督 你 来 对